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近年来印度越来越多的放弃俄制武器转而购买欧美武器 这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在印度的军售利益 因此莫斯科对于巴基斯坦的军购要求十分重视 以此来警告印度不要过河拆桥 然而在印度媒体的眼中 巴基斯坦购买俄罗斯武器是最值得担心的并非新德里 而是其最亲密的传统盟友 这显然令后者非常失望 据报道 近期印度空军自1971年以来 第一次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发动了攻击 在此之后 巴基斯坦军方启动了升级军备的方案 准备从俄罗斯采购300辆T90坦克 和30到40架米格35战斗机等一揽子装备 总价值可能超过90亿美元 而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将为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支持 对此 印度军事专家认为 在过去几十年以来 中方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然而现在该国的军购却出现了重大变化 连续拒绝了5G10 红79 魏T4等多款武器 这说明其武器性能值得怀疑 据悉 以空军为例 巴基斯坦之前曾考察到FC31 隐形战机 歼10等多款机型 但是最终巴基斯坦却对苏35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在莫斯科拒绝出售该战机之后 巴基斯坦又转向了米格35战机 并没有选择价格更低 而且更容易获得的歼10或者是歼31 这让外界表示了怀疑 巴基斯坦是否真的对其盟友提供的武器并不满意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了红79防空导弹上 巴基斯坦明显对俄制S300系统更为青睐 认为这款防空导弹经历了战火考验值得信赖 军事专家表示 实际上印度方面的看法并不值得一搏 巴基斯坦依然是巴铁 两国有着亲密的军事合作 近年来巴基斯坦也采购了大批国产先进武器 然而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显然不会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必定会尽可能多的扩大军购来源 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而且俄罗斯愿意出售巴基斯坦武器 对印度而言也是个坏消息 这使得印度同款武器再无秘密可言 因为巴基斯坦肯定会将技术和蒙友分享